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现代西方心理学将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化的处理 将其还原为两个主要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态度维度 它强调处于正面状态的个体 可以不评价地接受身边或者自身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我们把它称之为不评价地接受 正面的第二个维度是注意维度 处于正面状态的个体 它的注意力关注在此时此刻 既不担心已经发生的事情 也不操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关注在当前的任务当中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活在当下 其实就是对正面状态的一种非常完美的表达 那么体育锻炼对于正面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样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正面也是促进在体育锻炼当中产生 积极情绪体验的一个前提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在跑步的时候 看到操场上有很多同学或者锻炼者 他们一边慢跑或者快走 一边低头看手机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很难在体育锻炼当中 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 为什么 因为从正面的角度来说 锻炼者一边在走路 一边在锻炼 同时呢 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此时此刻 当前的任务当中 他们将注意力分散了 放在手机屏幕上 或者跟别人聊天 或者跟别人聊天 或者刷微博 看微信 这时候我们就很难期望 他们能够通过锻炼 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 同样 他们也很难在锻炼当中产生正念 这样一种积极情绪体验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 或者说更好的来体会 体育锻炼当中的典型积极体验 我们借助澳大利亚邦尼海滩上的一首诗 来描述体育锻炼当中的积极体验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你为何跑步》 他们问我 你为何跑步 我回答 因为那种狂喜的感觉 因为跑步时 只有我自己和宇宙存在 因为那种节律 和我心脏的跳动 和脉搏的跳动相呼应 我跑步 穿越不同的世界 冬天穿上白色长袍 秋天穿上彩色衣装 夏天着装简单 春天戴上花环 我跑步 寻找体内和谐的感觉 我跑步 感觉地球与地球连接在一起 又被抛在身后 我跑步 直到失去知觉 空气进入我干渴的肺 脚下的地球变得柔软 脚步的声音就像飞翔的音乐 这种景象吸引了我 使我不断向前向上 我回头问 为什么不呢 从这首诗里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几种积极情绪体验 首先 狂喜的感觉 这是一种激情和高峰体验 在跑步当中 只有自己和宇宙存在 这是我们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这种节律和我的心脏跳动 脉搏的跳动相呼应 这则是通过锻炼 所达到的人体内部的和谐 在不同的季节当中的跑步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同样 在跑步当中 寻找体内和谐的感觉 在跑步当中 我们失去所谓的知觉 那么 这跟流畅状态当中 时间知觉丧失 自我意识丧失 是相联系的 脚下的地球变得柔软 脚步的声音就像飞翔的音乐 等等 这样的一些描述 可以很形象地 帮助我们理解体育锻炼 对积极体验的促进作用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上述我们所给大家介绍的 几种典型情绪体验